Hello 大家好 我是魏魏先生 今天的这个开箱啊 可以算是一个爽开箱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坐的这张椅子啊 坐起来它真的是 又舒服又爽快 好 就不吊大家胃口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的主角吧 它就是 Awesome 的电竞按摩椅 还有这个 Awesome 的护眼热眼部按摩器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张 它的来头也不小 它是 专业的电竞椅啊 在搭配 顶尖的按摩技术 打造出这一张 全球首创的 电竞按摩椅 Awesome 的这一张椅子啊 已经可以算是 电竞界当中的 天王椅了 好的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来带大家 从头看到尾巴 最上面的这一颗啊 它就是头枕 它可以根据 身高的不同 去调整高度的不同 只要像这样子轻轻的一拉 就可以调整高低了 那另外这一颗啊 是它的 腰靠背垫 这个背垫啊 在我第一次做上去的时候 就让我有非常惊艳的支撑感受 因为它很扎实 这个角度呢 也非常适合我的腰 还记得那时候在店里面的时候啊 店员在跟我介绍这个 腰靠还有头枕的时候 它有特别说到啦 这两个里面 使用的都是记忆海绵制成的 所以它能够依照我们 坐在上面的人的身形 去做记忆 来提供一个算是量身 帮你打造的支撑感 在这颗头枕的两旁边啊 它还配备了两颗 蓝牙的扬声器 我有时候晚上啊 就会跟一些朋友 连线打手游 这个时候啊 我就会把我的手机 接上这张椅子的蓝牙音响 接着呢就把这个椅子 拉到一个我觉得最舒适的角度 再随便选一个按摩的模式 这时候啊 就进入了我游戏人生当中 最享受的时刻 听得出来一点声音吗 我现在坐在这边 直接耳朵听啊 是很大声的 如果拿来玩游戏的话 就是有那种非常沉浸式的感觉 这时候啊 如果你再搭配一个 曲面的电竞萤幕的话 你几乎就是沉浸在这个游戏世界里面 我觉得这喇叭还不错啦 对于放在一张椅子上面所内建的喇叭 已经是 不错了 这张椅子的按摩模式啊 它是Viso的按摩科技 这个Viso啊 就是会模拟专业按摩师傅的手指 那种脏合还有帮你按摩的这种手法 除此之外啊 它还有一个360度的按摩滚轮 让我坐在上面被按摩的时候啊 会感觉到非常的服贴 不过有时候你可能会像这样子 虽然说会哀哀叫 但真的很舒服 刚刚有提到啊 它的椅背可以往后仰 最仰的角度呢 能够达到145度 有时候可能是半空久了累了 或者是打游戏打到手痠 腰痠肩膀痠的时候 想要来个纯粹的按摩 或者是边按摩边小睡充电一下 右侧后面的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把手 我们只要拉一下 它就能够后仰或者是立起来 那当我们在按摩闭目养神的时候 还可以带上这一组眼部按摩器 这个按摩器啊 带起来就像这样子 它有震动按摩跟温热的效果 戴上去接上电源 按下这个电源键 它就开始按摩 开始震动 跟加热的效果 前面这个镜片啊 它是类似墨镜的那种透视镜 所以当你在按摩的时候啊 有任何突发状况 你不用去脱下眼罩 眼睛张开 你就会看到发生什么事了 椅子的扶手啊 也可以按下侧边的这两个按钮 它就能够上下调整高度跟前后的位置 那在右边扶手打开的地方啊 它就是一个顶藏式的中扣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按摩的模式啊 或者是滚轮的位置啊 要揉要捏要垂 都可以在这边自由选择 反正就是你哪里拴 想按哪里你就把它设定到哪里 整张椅子高低啊 也是有一个气压感 可以去做上下的调整 而且连它的轮子 做的都是PU进音轮 所以当我们人坐在上面啊 想要离开桌子 稍微往后滑动 或者是前后移动的时候 几乎是不会听到任何滚轮的声音 我觉得不管是我们这种影片的创作者 或者是你是业务 还有需要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的PM 还有RD等等 应该说你只要会长时间坐在电脑前面 或者是办公桌上的话 我真心觉得啊 你一定要选一张非常舒适好做的衣服 不然每天工作起来啊 真的会很痛苦 不是做一做腰痠背痛 就是脊椎啊颈椎出各种问题 因为这些痠痛啊 以前的我全部都遇过 而且是那种啊 每次只要下的班 就很想要赶快先去按摩店 好好的按摩一趟的那种痠痛 然后有时候工作到一半啊 就会有一种 如果现在有个人可以来帮我 按摩个五分钟就好了这种念头 而这个想法呢 就在今天 当我拿到这张椅子之后 就实现了 我随时随地啊 都可以享受到这种 专业的按摩 有时候剪片剪累了 或者是想脚本想累了 甚至是打电动打到手痠腰痠了 各位在上班的时候啊 你可能在做简报或者是写扣 写到压力很大 一时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 这时候就应该放过自己 把椅子往后躺 躺下来好好的放松个五到十分钟 按完之后啊 就能够马上的提起一点精神 虽然说这张按摩椅啊 它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 比你你到按摩店的那种真正师傅 把你全身按透透的感觉 但对于工作上啊 或者是当你在休息的时候 它能够帮你加倍你放松的效果 还有休息完之后 恢复的精神体力 而且搞不好这时候啊 简报跟写扣的idea 就突然爆出来 说不定 最后呢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椅子的电源线啊 就接在椅座的正下方 接上电源再插上插座之后 就能好好地享受这张按摩椅了 老实说这张椅子啊 在第一天送到我们家来之后 我坐了第一次 我就马上推魏泰椅来坐一次 接下来的几天呢 这张椅子就会偶尔突然消失在我的书房 跑到客厅去 因为魏泰发现啊 这个按摩椅真的是太舒服了 所以他现在追剧的时候啊 有时候不会坐在沙发上 而是直接坐在这张椅子上面 把椅子往后躺 然后就 边按摩 边追剧 我这旁边看他这样子按摩啊 也觉得是蛮舒服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这张 OSIN的电竞按摩椅 还有这个 OSIN的护眼乐眼部按摩器的 开箱介绍影片就到这边啊 如果你想要好好的犒赏自己 或者是帮另一半选一张 最舒适最舒服的椅子的话 就来看看这张OSIN的电竞按摩椅吧 OK那今天这支开箱影片就结束啦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魏魏先生的IG 也要记得去追踪一下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吧 拜拜